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王俊凯的人生,真的是每个人都想要的,年纪轻轻就成了知名校友 王俊凯给八中学子送祝福,王俊凯以中考六百多分进入的八中数人中学 高考组合唯一过本科线的优秀学生 从来不忘记八中对他的培养,不忘记八中的老师 不仅会给母校录制祝福,参加八中之春的晚会和校庆 也会专门订闹钟祝班主任生日快乐,是很真诚的王俊凯了 有网友说,王俊凯的人生,真的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年纪轻轻就成了知名校友,说白了,还是长得帅,爹妈给的基因太好了 王俊凯属于小时候和长大都保持住颜值的,没长惨的典型 其实很多童星,长大了并不好看 优秀的青年演员歌手王俊凯不仅是八中的小骄傲 而且他为人低调踏实,对待职业前心魔力 肯吃苦肯努力,不及不造一步一个脚印 每一次的作品和舞台都带来质的飞跃,无论品行 还是对职业的敬畏和成绩都是新生代青年艺人的标杆 从段,乔到万里归途,都获得了票房演技双丰收 接下来更加期待电影刺猬和749局的精彩表演 每年如期而至的祝福视频,王俊凯遇到很多良师 难忘恩施情,逃离满天下也是八中的荣誉 毕业多年,如果不是这个视频也快忘了高考,一百天到计时 祝深深学子有志进城,今秋送喜来 也祝喜欢的王俊凯万世盛意 期待你的新电影刺猬和749局